我还有半个小时时间 所以我下面要跟大家谈一个 这个 space group 后来我们也比较常用到的是 4 over m 3 bar 2 over m 看到这个符号的 知道这点群论是哪一种点群论的请取手 4 over m 3 bar 2 over m m 3m 啦 要讲m 3m 有时候 这个要对国文跟英文都要很熟才有办法 一般我们讲m 3m 那我们看一看4 over m 3 bar 2 over m 看有没有看到这个是p m 3m m 3m 所以m 3m的equivalent to 这个 所以刚刚那个讲回答很好 pm就代表 primitive primitive 所以它属于qubit系统 origin就在center center有m 3m 用first setting 用first setting 老师啊 这为什么没有这个图在那里呢 为什么没有图在那里呢 图呢 非常非常复杂 非常非常复杂 我给大家网站内你会看到那一张图 一大堆圈圈 一大堆圈圈 很复杂 好 然后它有没有symmetry element的图 没有 symmetry element的图就是什么 因为那个很难画的样子 或是它就 网路上就是没有 但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你现在已经知道怎么看它了 点群论你也知道了 空间群论概念你也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 coordinate equipment position 就是如果点群论你放在1 请问一下 m 3m的symmetry 会有多少个equivalent direction 48个 这边就刚好有48个位置 48个 这是我 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我打字 不是一直神功了 但是我是 几个 但跟人家标准的不太一样 我打字比较慢 这个是你要拍拍手的 因为这是我一个一个打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总有48个 week of notation 它不是A 所以代表它有特殊位置 那我要在这边呢 拿我们的一些 p primitive 这是属于body center 对不对 我们看p primitive的 我随便我找一颗 这个你比较容易先不要分摇掉 这应该确定是p primitive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 我们首先先跟大家谈一下 那特殊位置 第一个特殊位置 如果我现在拿结构给你 我现在拿结构给你 我现在拿结构给你 我说000的位置 000的位置 我现在拿结构是不是空间里头 我刚才讲这Crystal 对不对 Crystal里头 Crystal跟Latis不太一样 是我在接它的时候 有轰一声 Latis是没有轰的 Latis听不到那个声音 那是假想的一个点 然后我现在拿到这颗 这是000 100 010 001 然后它四面八方通通都有 请问你在这边 会看到什么样的点群论 我现在手握住这00 你会看到什么点群论 我们以前的做法是怎么 我把你缩小 变成一个点 我限制你这头可以转一转去 其他都不能动 你上 奇怪 你转一转 发觉有4-4 rotation 有没有4-4 rotation 在这个轴上面 有4-4 M 有4-4 M 你发觉有几个4-4 M 这边也有 这个轴也有4-4 M 这个轴有4-4 M 另外一个轴也有4-4 M 你会发觉它都有4-4 M 只有三个轴4-4 M 对不对 有吗 我们说1-1方向有没有3 吧 我们说也有 因为三角形 后面有三角形 你会发觉有 总共有几个1-1方向 四个1-1方向 对角线都是 对角线都是 对不对 对角线这个 这有对角线 这个有对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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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抓几个 4个 还有4个 所以我们就会发觉 这个 M3M M3M 4-4 M 3-8 对不对 2 over M 现在我要问你的 在空间里头 00是特殊位置 请问它的点群是什么 哪个要回答 这不加分 不加分就不回答 太现实了 M3M 你怎么判断的 就是看到那个对称元素 看到什么 对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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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Semistry Element 我告诉你 当你在学点群论的时候 看你是用刚刚的思考方式 但你学到空间群论的时候 是看表 00 M3M 就结束了 是看表的 看表的 因为空间群论 把在空间任何一点的对称 都告诉你了 比如说 1 2 0 请问一下 他空间 在这边有1 2 0 M3M 我看看 不对 用看的 你知道吧 都爽快 就是用看 可是你会看的话 我现在把这个抽掉 不让你看 我把抽掉 不让你看 你要自己会导 为什么要自己会导 因为是被人导出来 把它写在这里 这样有点了解吧 那1 1 请问他1 1 是什么样的 点群论 M3M 所以我就找1 1 1 找不到1 1 1 找不到1 1 那只找到什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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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3M 不是M3M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跟我们的点群论有点想法不太一样 点群论是认为这个对称移过来 现在不是 现在是你站在这个地方 你站在这个地方 0 0在这个地方 那 请问 请问一下他会是什么 3M 你好好想一想 不过这个 留你好好想一想 我不想跟你解答这个 不过我要跟你谈一下 M3M的 你如果在0 0 M3M 请问他M3M是多少 没有他不是M3M 他是特殊位置 在这里呢 他只有一个 他只有一个 0 0他只有一个 如果你在2分之1 2分之1是M3M 在2分之1 他也只有一个 他也只有一个 equivalent direction 就只有一个 equivalent position 只有一个 在1分之1 2分之1 0的位置 这个地方 请问他 位置有多少 他有三个 他有三个 因为空间 这边有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面 对面这个面 不算在这个空间里头 所以有三个 1 1 XXE 前面他有几个 有八个 下面还有四个 对不对 就八个 跟我们以前讲空间情论的 是不是 讲点心是不是很像 是一样的 因为呢 他equivalent direction 在这个地方 equivalent position 就direction 总共会有八个 那你就一个 一个 一个 往上推敲 那你要看他怎么来的 那你就会发觉 这些东东都特殊位置 那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材料空间情论属于 p 4 over m 3 bar 2 over m 我 可不可以摆不同的原子 摆到不同的位置里头 我可不可以 现在假设 我现在00 我摆某一颗原子 某个原子 另外的话 我在 其他的位置 我摆不同的原子 可不可以摆 只要它对称 没有把它弄坏掉 对称没有弄坏掉 它能维持这个对称 它就仍然在这个空间情论 如果这对称马洞坏掉 它会degrade 到另外一个空间情论去 因为空间情论有230种 它慢慢的 有点不一样 所以下面我们就举个例子 让大家了解 它大概是怎么回事情 我们在空间情论的 p4 over m 3 bar 2 over m 我们看它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 可不可以有个simple cubic structure simple cubic 这structure呢 就000 所以我见过000出来以后 我就只有一颗原子 在000的位置 100跑过来是translation出来的 010也是translation 这个都是translation 每一个都translation出来的 因为这个unicell 如果我把它当作latus来看 请问它有几个latus point 每一个占1% 对不对 8个 所以只有一个latus point 现在一个latus point associate一个原子 当作basis 所以这个crystal structure simal crystal structure 总有几颗原子 只有一颗 这个正式面体 没有这个 这个立方体呢 只会有一颗原子在里头 就只有一颗 所以 虽然它只有一颗 但它建构了 看起来像八颗的cubic 我们把它叫simple cubic structure 它属于什么点群论 属于我们刚刚讲的 p4 over m3 bar 2 over m 空间群论 属于这个空间群论 它属于这个空间群论 它属于这个空间群论 我刚刚口误 那这个是它其中的 你判断的相关性 第二个如果有个ccm structure 有个ccm chloride structure 有个ccm chloride structure 我记得我没有跟大家谈 ccm chloride structure ccm chloride structure 是跟你讲说 如果有个ccm在这里头 红色假设是 我看看哪个 我代表是哪个颜色 假设ccm是在里头 chlorine也在外头 它合成一个compound 我们叫ccm chloride 这ccm chloride的结构呢 事实上它有两颗原子 一颗呢 站在ccm 站在1 2 2的位置 这两颗呢 就过成ccm chloride的结构 虽然看起来好像 八颗为一颗 但事实上呢 它是1比1 ccm chloride 你觉得老师老师老师 前面 这不是应该一对一吗 旁边不会只有一颗 怎么变成八颗到一颗 对 看起来像八颗到一颗 但是对chlorine 它也是八颗到一颗 有个这边ccm 那边有ccm 上面有一个 下面有四颗 下面有四颗ccm 都在center 也是把它绕在一起 它比例是1比1 所以 事实上呢 我们uniccell primpting uniccell 只有一颗这个 还一颗这个 这两颗 过程的ccm chloride结构 分别占据了00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通通都是m3m 通通都是m3m 这个架构 仍然在我们刚刚的p4 over m3 bar 2 over m的空间取论里头 我们只是把它占据在这个这两个位置 它的通通都只有一个原子 所以刚好1比1 这个是我们所构成的这个结构 所以当你在p4 over m3 bar 2 over m的空间结构里头 原来我放000的时候m3m 现在我放了另外一个 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位置 它也是m3m 它这个会不会把刚刚m3m抵消掉 不会 不会 因为它m3m的时候 它上面 它上面有四颗 下面有四颗 围住它 它仍然维持m3m 因为从这个地方 往1一方向这个走 它的3 bar 没有因为这个夹进来被抵消掉 没有 你慢慢看 它能维持这个 因为它同一个空间群论 所以维持住原来的 点群论的symmetry 所以这个结构就会是稳定的结构 也就是C-Cm-chloride结构 下面我要跟大家谈 我们这一个章节的最后一个结构 叫做barium titanium oxide barium titanium oxide 我们会 oxygen有几颗? 三颗 所以一定是面芯的 面芯这个 这个就有三颗 每个面的中心点 都有一颗 各占二分之一 所以六乘以二分之一等于三 barium跟titanium barium在上头 有八颗各占八分之一 所以有一颗 titanium在中间 然后它就总了几颗 它只有一颗 这构成barium titanium oxide 对称的观点 它仍然在我们的p4om 属于8toom的空间取论里头 我们看一看 第一个barium在0.0的位置 m3m 只有一颗 0.0可以 titanium在2分之1 2分之1的位置 m3m也是一颗 这个在2分之1 2分之1 0的位置 刚说它是什么 forward mm 对不对 还记得吧 刚刚 forward mm 然后它有几颗 它有三颗 有构成的这个barium titanium oxide 它 任何一个原子加进去 原来barium在这里m3m 你加titanium 不会影响它m3m 它那是m3m 加这个虽然说它的位置是forward mm 但不会影响它m3m 因为它在同一个空间取论里头 它的位置内空间对称可以不同的 这就是它会是个稳定结构的 对称观点的原因 以对称观点来看 它会是个稳定的结构 那这个就是barium titanium oxide 所以大家就有点了解了 我刚看到有人 有人在讲forward mm的时候 讲它是forward mm 有点愣住了一下 还有点反应不太过来 你看一看forward mm 属于tetagonal system 对不对 422 这个只有一个for最高 tetagonal system的这个z轴 z轴这边有forward mm 有吧 对不对 有forward mm 你会看到切一切 你怎么知道呢 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判断的法子 但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点群论来 我鼓励你啊 我给大家的讲义 大家还是要投资一点小钱 你去把这两张 你现在看到这两张点 先把印证彩色的 我看有人印证黑色的 我看的是有点辛苦了 有点辛苦 你怎么判断它呢 你要看这个地方 在这个1211的位置 有没有这个对称 44rotation 4overm 有没有 这有个4overm 现在的这个轴有没有 这没有24 2overm 2overm 对不对 10有2overm 2overm 通通都有 你就按到这个simsery element 来验证一下 你大概就有点了解 那 考试的时候 就考点群论跟空间群论 可以带模型 带几个随便 你自己决定 就了解 带一两个就够用了 但你都要带10个 你要跟助教申请大一点的空间 有没有问题要发问 这个就是我们 第一个section 我有跟大家谈过 我这时候再谈一下 ok 那 我就用这个好了 因为我另外档案打不开 不晓得怎么回去 请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们做个小小的summary 我们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目的呢 是要熟悉 大家熟悉 Crystal structure 要把它转成为 lative structure 然后我们在lative structure 跟大家讲有七种 bar-based latest system 那每个system 告诉你有了点群论 空间群论 为了解它呢 就需要知道立体投影 立体投影子这个工具 现在应该有点了解了 那我们重点呢 是在点群论跟空间群论 考试会以这个为主 这个整套姿势内 大概需要一个月 但是学了起来 学不起来 在于你考试 你有没有好好去思考 准备一下 记得 我有给大家考古题 考古题是考前的预期 这是我设计的 不是要放水的 是要设计 告诉你方向是往这边 往那边想 你就会懂 你一定要发时间去做 最好是自己做 做完又再跟同学讨论 我考试会考变化题 变化程度呢 我现在还不太知道 因为我还没去想这件事情 那下面我还有只要五分钟时间 我要跟大家谈一下slit 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chapter 奇怪他打不开 好啦 我们开始进入光渣实验 所以下个session呢 是 我有点 剩下一点时间 跟大家只是一个广告 下个session呢 我用光渣实验 带领大家进入数学里头 然后呢 带领大家了解 绕色本身是个 Fourier transform 请大家仔细听一下 绕色本身是个 Fourier transform Fourier transform 我要带大家 什么叫做 Fourier transform 就从实际的空间 变成为一个反金格空间 实际的空间 举个例子 Tonson的christal structure 在这个地方 它是8D center qubit结构 你只要想像这个是Tonson 5 那经过绕色的时候 照相的时候 好像有个空间是存在的 它会变成FCC结构 它会变成FCC结构 因为Body center会变成FCC FCC会变成Body center 那经过一个数学的结构 这数学的运算呢 我后来发觉最容易让你了解的 就是光渣实验 因为你已经走过实验了 我会借着数学一步一步 带他进去 好像有空间存在 那空间很棒 你知道吧 像我现在瘦瘦的 我努力要吃啊 吃啊吃啊 变胖一点 好像不太会变胖 但是呢 我在这空间是胖 是瘦的 我在反应空间 我是胖的 你知道吧 我变胖的 在空间我变胖的 所以我只要想像 我回来反应空间 我就舒服很多 如果你觉得 你现在有点太胖的 你想苗条一点 你就要学会 缓军的空间 想像自己在缓军的空间 想像自己在缓军的空间 是很瘦的 那这个呢 告诉大家 这个数学呢 就是所谓 呼类transform 我们会在这里 我们会在这里跟大家谈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谈呢 有一个光渣的实验呢 有关的数学 叫form forward deflection 它需要有两个principle 所有的数学只有两个principle 所有principle就是没有去验证的 但是大家一直用 通通都是对的 第一个就是 如果有个波在行走 所以有个波从这边 这个波的前面 波在前面行走 每个波front wayfront 就波的最前端呢 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点波源 叫做有个 那点波源呢 都会产生的球面波 我们把这个呢 前面的这个小小的波呢 产生的点波源 这个我们把它叫wave lit 叫wave lit 所以举个例子 我用一个学画的 帮助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这个点波源 所以出来出来一颗一颗 因为球面波它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这边有没有变成一条 看起来就像往前走 波好像往前走 事实上呢 好比呢 有一个principle 这个是heigen's fresnel principle 他们提出来呢 就是可以把一个 波的最前端 当作一个点波源 这样射出来 这个球面波 所以你需要知道 球面波的点波源的数学 要不然你怎么去算 所以我们会跟大家 球面波点波源 大概是什么样的形式 所以我们会带大家 从实际 实数内 跑到complex 互变数 我会带大家一步一步 数学往前走 我假设呢 你跟我一样 数学不是很好 跟我当年一样 数学不是很好 那你如果数学比我好的话 委屈一下 老师啊 你不看清我了 没关系 只是一两个小时 看清你一下 那我们呢 就开始一步一步往前走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principle 第二个principle就是呢 如果你是个点波源 比如说我们前面做的 他有帅哥美女在这 就第一排就好 第二排以后 先不称你帅哥美女 只剩下第一排是帅哥美女 然后他们都是点波源 球面波跑过来 那我站在这个地方 我站在这个地方 结果跟这一位呢 美女她近不近 最靠近 跟这一位帅哥近不近 远了一点点 跟她越来越来越远 所以她球面波跑的距离 也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我们发觉 如果用光的观点来看 波的观点来看 我站在哪一点呢 她就直接把它加起来就好了 我把它加起来 相位差也考虑 我把它加起来 如果她有方向的 比如说有电场 因为光内是电磁波 有电场 有电场 方向我也考虑 电场方向也考虑 她的波呢 她波峰跟波谷 还是半个波峰半个波谷 通通都把它加起来 这叫做superposition principle 就加起来一句话 竟然是对的 这么简单 竟然是对的 所以我们在 画来画去 只要用这两个principle 我们就可以 慢慢导出来 光扎实验的所有的定量的数学 那这是未来 我们要跟大家谈的 我们今天简单介绍到这 我们今天下课 就跟我们下课 很快 我做的 天色 又要你的 一楼 就是